来源观察者网 据台媒10月29日报道 台空军为F-16AV性能提升计划 采购ALQ-131FMS军售型电战吊枪 但这些所谓一小批量生产的电战吊枪 事实上并未通过飞行测试阶段 台空军将被迫继续投入军费 支持美国军班商的新装备测试 对此台空军司令不严正予以否认 有媒体报道 台空军148架F-16AV型战机 正陆续在台进行性能提升改装 机队目前有80具ANALQ-184电战吊枪 台军计划以1亿6千余万美元预算 采购提升暗中所需的42套ALQ-131AFMS电战吊枪 但美方却以研发成本上涨为由 同样价格禁止能采购12套 台军现役的ALQ-184电子战吊枪 美方就这项采购案对台湾提出发架书 对此除监察院立案调查外 立法院也声明反对要求台军在立法院 为同意动之预算前不能签署发架书 据此前观察者网报道 台立法院批准的临时议案中称 鉴于列雷禁案 虽经媒体报在即立法委员提案 诸多一亿下 国防部仍未有积极作为 造成列雷禁案弊案 发生进展不顺 现今国防部F-16AV提升案 遭监察院提出采购一亿调查 为避免国防预算须值浪费 原此要求国防部在监察院报告上位出炉 及立法院本案经费上位统一编列前 不能与美方签署F-16AV 性能提升案有关品项之发架书 台空军参谋长陈荣兴提出 将文案改为先进国防部F-16AV 提升案有关电站夹仓罚价书预算 应势立法院预算同意后时 得签订机动之 指名是F-16AV所需的新型电子站吊仓采购项目 报道称 台军坚持采购研发中的 ALQ-131AFMS电站吊仓 并宣称吊仓已完成研制测试 并少批量生产 但一般电站吊仓研发完成后 需经飞行测试验证及战备服役阶段 据了解 ALQ-131AFMS电站吊仓至今未通过飞行测验阶段 前美方要求台湾在11月完成签署的发架书中 竟包含巨额的研发费用 不但吊仓交付其程需拖报四年后 台军还必须持续支付巨额研发费用 对此台空军司令部透过新闻稿回应 强调规划筹构GF-16型战机电站吊枪 都遵政府采购法军事机关采购作业规定及 美国国防官员手册等规范办理 确保采购装备符合台湾作战时需 台空军司令部指出 台军执行采购作业均符合法令规范 并遵照立法院决议占缓签 属电站甲舱发架书 绝无媒体报导弊端情势 报导内容与事实不符 特此声明已正式听 准备 最后的讯息 判断 此套 清